接下来我带大家系统的锻炼一下 踏步机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小腿大腿还有臀部的机器 对我们的小腿的塑形方面具有很好的一个塑形的功能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我们一起摇摆起来 首先我们踩在踏步机上 速度不要太快缓慢 由慢到缓由快到慢进行变速 然后模仿我们自己平常在散步时慢跑时快走时的动作 然后节奏频率自我把握控制 然后要注意组速跟猝数还有时间 大家要知道有氧运动只有坚持到30分钟到45分钟区间 才是最好的燃脂阶段时间上一定要做够 好大家跟着我的节奏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 好同学们休息一下 刚才我的这个速度节奏是由慢走到快走最后到一个小跑的过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适应习惯还有节奏 然后把握这个点 首先现在来我们要揉一揉自己的膝盖 每次运动完注意好拉伸 这对你的身体的恢复具有很好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对大腿的锻炼 大腿的锻炼其实跟我们的小腿锻炼是大同小异的 主要是一个节奏频率还有快慢的问题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节奏进行一个快速的运动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 二二三四四五二三四五四五三四五二三四五三四五四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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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因为你的双脚 脚跟它是在不停的摇晃当中 所以你对你的膝盖 还有你的核心肌肉 需要更强的控制力 在我们的居康智能 三地踏步机场 做深蹲这个运动时 你会感觉到更加吃力 会有更好的燃脂 还有提腾的效果 谢谢大家 这期课就到这里